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极度说球 今天我们一起来聊聊中国男足 那我们知道中国男足再过大概五到六个小时 就将迎来自己在本次世遇赛的第六个对手 也是首场比赛当中0比3输给过的澳大利亚队 应该说正是与澳大利亚队的这场比赛 开启了中国队本次让人失望之旅的世遇赛征程 打到现在为止 虽然中国队依然理论上具备出现的可能性 但是相信大部分的球运都已经不对此做出任何的期望了 那么在赛前我们看到 李铁的新闻发布会上也曾经表示过 中国族就想要发展好 还是要去搞清训的 咱们在之前的视频当中给大家分析过 这有可能是李铁甩锅的一种行为 因为他不去启用规划球员 所以说用这个清训给自己未来 对吧 在被问责的时候找一个借口 那么同时的话这句话可能还有另一层生意 是什么生意呢 因为我们知道在14号 就是在李铁做这个新闻发布会之前不到24个小时 那么河南建业队足球历史上 可以说是一个功勋级的人物 也是堪称中国足球历史上教父级别人物 来自河南足球的王隋生知道 是因病辞世了 应该说这个消息对于中国足团来说 是绝对绝对是一个恶好的 那可能王隋生啊 对于很多的年轻年的球员来说 并不了解他 毕竟他当球员时代 中国足球还处在一个专业足球的时代 那么在职业足球时代 虽然也带河南建业 带了很长的时间但是受限于整体球队实力的问题 那河南建业始终不是在中超关注度很高的一支球队 因此他的主教练说实话 自然而然也没有受到太多的关注度 那么从河南建业队主教练这个位置上下来之后 王隋生所做的事情就更加的让人敬佩了 首先他是扎根于整个清训啊 那么希望能够为河南的清训做出一番的贡献 那我们也看到其实效果是非常明显的 那很多在中国日后大红大死的球员 都是从河南队走出来的 对吧 像比较的有代表性的人物就是曾成 是吧 这也是中国长时间以来的一号国门 那么河南建业还曾经啊 因为他带出的一批非常优秀的球员啊 上吊成年队之后打进了亚冠 取得了中超历史上的最佳战绩 而他更让人敬佩的地方啊 是在扎根清训之后 他其实能够看到啊 那足球这个运动在中国之所以发展不起来 一个非常大的原因就是啊 很多穷人的孩子或者说是没有钱的这些孩子啊 他是很难接触到这项运动的 这使得中国的足球人口是远远不足那些欧美的这些足球强国的 因此啊 他在这个兼顾河南清训队这个教父这个教练任务的同时的话呢 还开展了很多的公益活动 让这个足球能够走进山里啊 那种更多的这种山里的孩子可以接触到足球 然后让他们愿意从此爱上足球 愿意去从事这个活动 因为我们知道其实河南作为中原的第一大省 其实整个省份的贫富差距还是比较大的 有郑州这样的中国非常厉害的准一线城市 但同样的中国最多的贫困线可能也是处于这个河南当中 因此他这个公益活动就显得非常的有意义了 所以说他这一生真的是为河南足球 为中国足球做出了非常大的一个贡献 或许是在李铁看到了王岁生知道啊 离世的这样一个消息也是深深的触动了他 所以说在第二天的这个新闻发布会上 才有些毫无征兆的我们说啊 说出了这样一方法 中国足球的未来啊就是要去扎根鱼这样一个清训 那就像咱们前面说的 在中澳之战前呢得到这样的一个消息啊 可以说是让中国队全队上下吧 都会感觉到非常非常的悲伤啊 但是我们希望啊 咱们的国足队员能够化悲伤为力量 尤其是很多啊跟这个王岁生知道啊 在此前有过这种交际 甚至是合作过的这样一些球员啊 能够更好在球场上啊进行一个拼搏 那么在今天晚间的这个比赛当中啊 能够打出一场精彩的比赛 哪怕是你没有赢下这场比赛呢 起码也要对得起你身上的这身对付 对得起像王岁生对吧 这一部分完全不计较自己个人荣辱得失的足球人 为中国足球所做出的这些贡献